脫衣服的時候 手會不會癢癢 對呀 它有食物鹼 也會癢 它有毒性 那不是叫毒性 它叫食物鹼 一般來講我們說 中毒 讓身體不舒服就要中毒 那這個有食物鹼 這中食物鹼比較重的時候 吃下去人不舒服就變中毒 所以說 骨頭肉液 你在煮熟了還是會不舒服 芋頭煮熟了 那食物鹼就減低了 你喝吃下去就沒問題 不要多吃 吃這個就叫做澱粉質 吃這個你的肚子 肚肚 那這邊怎麼分呢 遠一點那個叫做姑婆魚 近一點的叫做芋頭 芋頭跟姑婆魚第一個 我們要看什麼 葉片 葉片這個有毛的 你把水滴下去以後 它會成水珠 我們所謂的荷葉效應 那種表面光光滑滑的 我們叫做格子 格子它就會 水滴下去以後 它就會 這個格子就會滑掉 一片成一片的 就是說有長毛就可以吃了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它的葉片 葉片來講 你會發覺說 它比較細長 比較細長 它比較圓 然後這個地方 它的葉餅中間是在中間 它比較旁邊 這裡它的雞的地方比較短 那還有一種叫做千年玉 千年玉 千年玉甚至它的葉餅在這裡 整片會切到中間這裡 那些千年玉 應該你們有可能有看過 那種千年玉 千年玉也可以吃 它的毒性 應該就是它的 植物件 這兩種中間 也可以吃 但是不會像它那麼嚴重 吃下去以後 整個嘴唇 就會冰到 然後這頭 在左邊講話 就威心均可 就是這個 那個 復長講話 就是這樣子 好像是要吃到那個東西 這個 還有什麼分別 葉片 這個葉脈